大家好,我是容姐 今天炒了一个勾扎豆 简直是太下饭了 吃了三碗饭都还想吃 这是我买的煮好的勾扎豆 很新鲜,看起来还不错 买回来一定要用清水泡起来 放两次水 不然吃起来会没老婆 我的已经清洗干净了 自己随意切 我喜欢斜刀切,稍微切厚一点 厚一点能吃出它的本味 泡海椒 一小块泡姜 蒜切片 老姜切片 各种冷油倒入花生米 把花生米炒熟 再穿起来 放凉后 倒入菜板上 用刀把它压一下 不要压得太碎了 把它压破就可以了 放入碗中备用 放入碗中备用 炒勾扎豆要有多有点才好吃 放花椒,干海椒 我喜欢干海椒的腐腊味 倒入准备好的泡海椒 把泡海椒的香味炒出来 把泡海椒的香味炒出来 这是倒入勾扎豆 这是开大火炒 炒的时间有点长 要把里面的水分炒干 水分炒干才会更好吃 水分炒干后放盐 蚝油 鸡精 这个菜盐味稍微要大一点 把它炒匀 最后倒入花生水 我就来炒狗爪豆 加上花生水菜是最好吃的精华 一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狗爪豆 就炒好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